彈彈木下來 點稍微降下來 這邊要纏掉了 纏掉我們就用一般書法的習慣來寫 比如說這上面是個回要寫寬一點 底下是個日就寫窄一點 然後橫畫跟橫畫要均間 直畫跟直畫要均間 然後底下是日 因為要裝在上面那麼多筆畫 所以它也不能寫得太窄 我只會撐不起來 後面可以點一下平衡 10 哎呀 再來點 略略在扭轉而飽滿 車有點弧度 車起來 這撇倒是撇得非常的直啊 好 注意 樹冠鉤 拉開一點再彈進去 3 這個3啦 所以筆畫衰傻 寫得到是沉重無比 向內集中 狠畫略細 重按向內集中 撇 雞 平 橫畫細 測一下 勾起來 撇長 稍微下降一點 但是要點短 然後右邊兩個的話 寫得瘦 寫得 短 第3個 略長 背 左邊細 右邊粗 左黏 右不黏 注意這個間隔距離 橫畫 均間 撇得非常的直 點 好 皮 好 皮 我查了一下 總之根本就沒用過 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有點治理 或是具備 某種東西的意思 叫皮 不管 注意 橫畫橫畫 既然確定第1個橫畫長這樣 第2個橫畫要歪在 這個距離上面 好 好 塗 擬一下 第1個短的 第2個比較長 很挺 頂一下 挺立的感覺 重按 傾 傾斜 傾 而且有點斜度 好 皮 逆一下 弧度 彈性 粗細 肚 肚 這個肚也是標準字體 他在這一篇裡面寫了非常多標準字體 當朝人基本上很多不寫這種標準字 都寫那種鐵寫字 只有鐵比較容易出現 現在 在鐵裡面找得到 其他時候找不到 不過這個字是現在的標準字體 撇短腊長 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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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點財 這不是財壞掉 只是被那個肚蟲吃掉 好 左黏又不黏 那就根據之前的習慣 把它寫完 稍微按一下 上重 測一下 財 財標準是從這裡 然後古代喜歡從這裡寫 因為這樣感覺比較平衡 弓 弓的筆畫有點少 所以它寫得好重 基本上這樣是對的 因為筆畫少 所以它份量會變得 輕 那跟左右搭不起來 所以習慣常會寫得比較重 這是很正常 但是不能大喔 又重又大看起來就很可怕了 白 細有些弧度 稍微按一下 它開始用重按 它那個輕重 差距是大的 是我們要學習的目標 像這個都好大 好 隨便說 有一次